马来西亚第一间佛教医院 槟城吉勒斯慈善医院 于2021年7月18日开始启用 疫情期间少了正式的开幕礼 却无碍医护们愿为社区服务的发心 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来付这个医药费的话 基金会就带他们还这批医疗费 我们必须要以慈悲为怀的这种的信念 来把这个医院办得好 辞济马来西亚分会与槟城的四间企业凝聚爱心 为运方提供了隔离服 口罩 面罩等的医疗防护物资 我们也有工作与社区服务的提供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 所以我们支持它 进这个慈善医院的话 它是在抢救生命 在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的地方 哪里有需要我们慈悸人 就是义不勇舍 我们一定要就是往前去支持他们 取出社会 用住社会 实业家与骑志工们当不倾之师 共同守护慈善医疗体系的运作 带新闻彭敬贤 陈敏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